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偏乡小学以及老人中心 让小孩和长者轮流玩 不仅为人带来欢乐 还做玩法 因为小孩换玩具速度非常快 九成以上是塑胶品 最后几乎都进入焚化炉或者是野蛮场 对环境造成伤害 而且回收量逐年增加 去年回收玩具超过70公吨 数量非常庞大 他们已经在全国成立十个物流中心 其中成员大部分是志工 为教育 为环保完全奉献 但起初没有多少人支持也不认同 环保革命这条路走得非常艰辛 但他们凭着毅力 克服种种难关 已经持续十八年了 真不简单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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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直吓它好不好 可以了还有一个 小心翼翼地将配料摆在披萨上 一个没注意 左料全部散落一地 大小朋友惊呼声连连 崩溃的表情全写在脸上 磁漆鼻落的嬉闹声环绕全场 好 带我 西圣 等一下 我要给它吊下去 还是不会吊 这不一定有两个吊下来 好 每个掌幼贡丸的角落 交织出一幅幅温馨动人的景象 而他们手中把玩的玩意儿 正是从全台各地搜集来的二手玩具 玩具成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 却不是每个人都收藏 台湾速度之快更超乎想象 有一群热血的人 看见玩具短暂寿命的哀求 要为他们找到新的出路 玩具90%是塑胶 然后小朋友对于玩具的喜好度 基本上只有半年 只有六个月 可是大概就是有八成会进入的焚化炉 我们18年来 我们已经回收了380公吨 那我们每年的成长 大概就是10% 像我们去年 前年是60公吨 那去年74 这个数字非常的可怕 它一直在成长 环境也是在教育的一环 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 就变成教育环保 从回收玩具着手 规模扩大后 进而建立起全台独有的玩具图书馆 把图书馆的书拿下来 把玩具换上去 就是玩具图书馆 那为什么要用玩具图书馆 因为要有一个管理系统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系统 其实只要一个礼拜 我们所有的玩具 就会变成一座小山 那我们就是等同于图书馆的模式 有借有环 你在什么地方就要回到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有个管理系统 来自各地的二手玩具 经由志工妈妈的巧手 整理清洁 分类筛选 原本要进焚化炉的旧玩具 得以继续延续生命 再检查一遍说有没有说 可能会有少一个轮胎 或者是一个脚受伤 或是手没有的这样子 才能到进行包装这样子 一字排开 号称是千岁婆的志工妈妈团 平均年龄都超过七十岁 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童趣 都在这里迷骨缺憾 像我们七十几岁的人 都没有看过这些玩具 以前都没有玩具好玩 以前都是用自己做的 用那个 用划片 对啊 用划片啊 用竹子啊 割啊 现在有这种的 对啊 跳房子啊 以前我们就是画 在地下画格子这样子 各式各样的玩具 需要有系统的分类 才能找到属于他们的家 很多的玩具 是涵盖全你都可以玩的 如果你要把它细分这样的话 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去遛大类 然后就把它变成婴幼儿的 然后那个小学 然后国中 然后长辈 其实长辈的玩具 也其实就跟婴幼儿玩具一样 小学玩具一样 简单易操作 然后手指的协调就可以了 不只将玩具分类系统化 连奄奄一席的玩具们 都能在玩具一生的庙手下 重获新生 过去城市图书业务的冯保安 远忌讳接触到修复玩具的工作 就此与他结下不解之缘 刚开始的状况 可能会从零件比较少的玩具 先开始慢慢维修 懂得记住玩具零件的位置以后 我们再开始慢慢地进阶 到很多机器人里面有电路板 甚至需要焊接的部分 我们再开始慢慢学习 因为我觉得修复一个玩具 对自己也是蛮疗愈的 而且当他重新赋予生命的过程中 自己好开心 在工作中找到热情 在玩具里被疗愈 余良林推动长幼共玩 让长者借由不同玩具 刺激手部激励 延缓退化 因为玩具一打开之后 它不需要语言 它不需要文化的背景 那这个玩具对他们来说 它就是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结构 他们自己坐下就会玩了 积极投入木质玩具的研发 将回收玩具设计成新款桌游 善用巧思与创意 竭力守护环境 它有可能弹形 圆形 扁形等等 它是不同的形状 有不同的功能 因为它有打到第一个平衡 第二个它可以刺激 不管是手脚 其实它是有活络刺激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我们最近这几年 一直在推动木头的玩具 想要减缓塑胶玩具的产出 打造一个共融共存的玩乐基地 是于良林和伙伴们共同的梦想 我们回收回来的玩具 本来就有沉香差距 那部落也是 部落很少有一个 一个比较正式的玩具可以玩 提供相对刺激的玩具 给山上部落的孩子 让他们也有对等的条件 然后有对等的福利 对等的资源可以跟城市的孩子 一起享有这样子的一份快乐 所以我们是可以建管的建管 不能建管的车子过去 车子过不了的背包过去 所以我们就不管上山下海 我们玩具一定会找到你 凌哲这样的执着 十多年来玩具行动车的足迹 遍布全台 走进偏乡部落 社区关怀据点 邀请大小朋友 共享玩乐喜悦 几位伙伴们带着一篮篮的玩具 来到新竹堡山的 长者社区据点 要和他们来场 玩具总动员的饗宴 先搬货 从前面走 好 谢谢 拍照后 把那个头老师 看到你们我都觉得我很亲切 尤其刚才那个阿嬷 真的很像我阿嬷 然后我忍不住去抱她一下 待长者跳舞暖身 活动筋骨 即便有些人行动不便 仍看见他们奋力无动 口罩下的笑容更是藏不住 这些长者其实大部分都是务农 务农上来的 其实他们可能接触到 像现在的玩具跟桌游的机会 比较少 今天那些桌游 真的他们没有看过 而且招作起来 他们觉得很新奇 我就觉得他们给我的回馈 是笑容就出来了 笑容出来了 然后也会很想要 一直去尝试不一样的玩具 红球绿球的指令互动 纸杯谈力球的DIY 以及各样心逗趣的玩具 都让每位长者玩得无一乐乎 像这个也是第一次做的 还有那些玩具 都是第一次玩的 陀螺是一样 陀螺是不一样的东西 以前的陀螺是一个 木头喝了 现在这个是他这个新的 一样是陀螺的样式不一样而已 于良林笑说自己总像个傻子 草创时期不被理解 场地经费都很有限 如今能有团队外展推广 都是众人携手达成的里程碑 刚开始在回收的时候 的确碰到很多的困难 要钱没钱 要场地没场域 你每天都要一直去周旋 然后一直要去说明 讲了很多就是要把你的理念 告诉别人的这条路上 其实坦白说是很艰辛的 但是也没有想到 当初我被指派做一件事 一做十八年 我自己也觉得这个应该就是 本来不是我的梦想 它变成了我的梦想了 十八年过去了 照亮他人生命的玩具图书馆 始终没有自己的家 这也是于良林心中最深的牵挂 这样一个梦想园区就应该给年轻人来经营 可是年轻人你要让他们现在有个家是困难的 所以这个玩具梦想园区是我们的最后一礼路 我们得要在我们现在能力能够做的时候 然后赶快把它完成 然后交给年轻人 把这个勇气的概念整个接下去 当生命逐渐吞去 还能留下什么记忆 这群默默耕耘的人 用自己的双手 撑起了这张编织梦想的网 要让每一个手中的小玩具 继续为平凡的生命绘画着色